强者的逻辑就是谁敢说我不行,我就先叫他不行,从一个人的态度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强者还是弱者,比如,往往爱抱怨社会不公的人大概率就属于弱者,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和人性有关,人有两个属性,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,自然属性就是动物性,服从丛林法则,简单说就是弱肉强食,优胜利胎,逝者生存,主要表现是竞争,社会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性,服从从众法则,简单说就是依赖,服从社会大众价值要求,主要表现就是感情,从众,服从,动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哪个更重要? 对于个体来说,动物性更重要,因为资源是有限的,动物性才促进个体最大限度获取资源,才能生存和发展,对于群体来说,社会属性更重要,社会属性保证了群体的生存和发展,动物性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,动物性强,生存能力强,动物性弱,生存能力弱,生存能力弱的人,社会性就强, 集体教育的目的其实是为社会集体设计,例如儒家教育,我们要仁爱,善良服从,其实这一切是为国家好,为统治系统好,但不是为你好,因为个体必须牺牲自己利益成就集体,为集体统治者好,为制定教育规则的人好,为父母好,只有为以上三种人好,教育规则才能获得广泛支持,而不是反对, 怎样的教育规则才是为三种人好呢?让被教育者放弃个性,放弃个人利益,干预奉献,服从命令听者会,从小我们被教育的就是忠诚,守信,孝敌,守规,孝顺忍耐,谦让服从有集体观念,从古至今,奴隶社会,封建社会,资本主义社会,共产主义其他主义社会,教育规则全部围绕此方针制定, 有人说,独立宣言是一部杰作,因为它罕见的生命人与人平等,将保护个人利益至于国家利益之上,但是即使有独立宣言,美国教育仍然不可避免地滑向为统治者,资产阶级服务,因为教育规则是后者制定的,资产家,父母是教育的服务主体,不是孩子,孩子天生是无知的,单纯的,若小的他们为了生存,别无他法,只能无条件依赖和信任自己的养育者, 教育者,背后者洗脑,接受服从,奉献理念,执念服从,奉献的孩子参与社会生产,将不可避免成为供养者,这本来就是教育的使命和目的,牛被教育服从主人,如果不服从将遭皮鞭抽打,甚至宰羹,为躲避疼痛,死亡,牛不得不产生信念,我是被主人爱着的,只要我听从主人驱使,主人会一直爱我,我将有草吃,有牛盆睡,于是他温顺听话, 任劳任怨,牛们甚至会相互指责,你被主人鞭打,不给草吃,不给窝捧住,是你偷懒不听话,直到某天主人挥着偷刀,砍断他的脖狗,铁刃冰冷入体,血液喷涌而出,临终前,牛懊悔地想,一定是我表现不够好,让主人生起了, 弱者思维因为习惯服从所以发生任何问题,就会认为凡事都不是自己的原因,一定受惠的原因,不同的人因为两种属性强弱不同,就会造成强者和弱者两种结果,强者和弱者的区别在于, 一,对事物的观念不同,强者偏向从临法则动物性,用竞争的态度去面对事物,凡事争取,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,弱者偏向从众法则,认为只要我做了,我就应该得到,如果没得过,那就是社会的错,或者其他理由 二,行动力不同,强者会采取更多的行动区实践,千方百计达到目标,弱者在第一次行动失败后,就会怨天有人,不是抱怨社会不公,就是抱怨老天不公,怀才不遇,天公不作美,从此一蹶不振 三,别人的态度影响不同,强者想好了就干,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说,我不下地狱,谁下地狱,弱者特别在意别人的反应, 再别人说了几句风凉话就会临阵倒戈,停止前进的脚步,舌头下面压死人 四,依靠对象不同,强者试试靠自己,弱者试试靠别人 五,结果不同,强者依靠丛林法则成为强者,强者横强,弱者依靠从众法则成为弱者,弱者横弱 小杰动物性强造就强者,社会性强造就弱者,强者找办法,弱者招利用